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有扁平竹, 用不需要穿特别的鞋子吗? 什么是扁平竹? 扁平竹是指脚掌内側扁平的现象 可以是真正的扁平竹, 由软性扁平竹 又或者在婴儿期 脚掌内側全有脂肪所造成的错觉 因为婴儿依脚掌内側有较多的脂肪 所以大部分婴儿依看起来 都好像有扁平竹的现象 随着年纪成长 小朋友脚掌内的脂肪会逐渐减少 超过九成儿童的脚掌内側弧位 也会逐渐形成 大部分有扁平竹现象的小朋友 属于柔软性扁平竹 是正常的过渡阶段 当他们用脚尖站的时候 脚掌内側就会显现出来 如果小朋友脚不舒服 或者有鞋底过度磨损的情况出现 可以向家庭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请教 真正幼儿扁平竹的原因 包括先天脚骨问题 或者肌肉神经问题 这些小朋友会比较容易觉得脚不舒服 疲倦或者有其他发展磁缓的症状 需不需要穿特别的鞋 或者鞋箭呢? 研究显示 穿特别的鞋或者鞋箭 对小朋友脚掌内户的发展 并没有帮助 如果在五岁后 还未形成脚掌内户 或者有脚步不适的情况 穿特别的鞋或者用鞋箭 可能会减少鞋底的过度磨损 或者脚步不适的情况 如果家长怀疑小朋友 有真正的扁平足 就需要带他去医生 或者物理治疗师那里检查啦